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说这个跟加质识有关 因为据现在的研究发现说 乳癌跟暖潮癌有一个共通的基因 叫做BRC基因 所以美国自从这个BRC基因出来之后 美国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做法 因为美国乳癌跟暖潮癌很多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就 妈妈乳癌死掉 妈妈暖潮癌死掉 结果她就去抽血 因为这个很方便 台湾应该也有 抽过血 看我没有BRC基因 我有 可是她卵巢差一条正常 她就要求医师说 医师你把卵巢切掉 就是等于是防胃过大 那也有两个女生就是 她的阿姨妈妈都乳癌死掉 然后她去抽血 她有乳癌的这个BRC基因 她乳癌好好的都没有任何的癌细胞 她去就啪啪两边 要求医师把两边卵巢切掉 就是怕死的 因为既然妈妈也都属于乳癌 她想说我大概老了也会得到乳癌 先下手为强 就是不让癌症打你 你先出手 但是都把这个器官都割掉就对了 我讲这两个案例其实是在让大家了解一个 就是说当你的家人里面妈妈阿姨姐妹 你的上辈长辈妈妈阿姨 你的平辈姐妹 你的下辈你的女儿 有软巢癌或乳癌 那你要小心你是一个非常高的危险因子 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最直接的 所以我在重甫说一遍就是说 比较晚生老大的 或者说没有生过小孩子的 那或者是说没有使用过病药的 或者是比较晚生育的 那这个都是 或者是说比较出经比较早来 或者比较晚停经的 那这个都是 卵巢癌的一些耗发因子 这个都是你要小心的 所以有时候病人 45岁快要停经了 他就说蔡醫師你可不可以让我 不要那么早停经 其实太晚停经反而会 也有这个危险性 因为等于是你卵巢还在工作嘛 你如果说真的停经之后 卵巢就已经打烊去休息了 就要发生卵巢的记忆就比较低 比较小 所以这个也凸显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一个女人 她已经停经了 可是在这例行线 常常不发现 诶 怎么卵巢一个水流 那这个我停经后的妇女的水流 不可等闲适之 理论上停经妇妇女卵巢 应该是在睡觉 怎么会跑起来 怎么会长了水流 不然没可以落落死了 那这个要小心 所以几乎停经后的妇女卵巢有肿油 哪怕是良性都是先开再说 嗯嗯嗯 先开出来再说 这个就一定要防卫一下 对 就不是防卫过当的 就是要先出手 不要说等到事情不可说是 所以 呃 这些都是 呃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因子 比较晚结婚啊 比较晚 比较比较 呃 没有没有怀过孕的 这个都要小心的 然后或者是 尤其是家里面 妈妈阿姨啊 姐妹拿 或者女儿油软 软糙跟乳的 要小心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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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support 是 您可以把這個 話筒遠離一下電視機 或把電視機的聲音關小聲嗎 好 這樣比較不會回收 你說雞胎瘤 你要問雞胎瘤 有聽到嗎 蔡小姐 我是要問雞胎瘤 因為雞胎瘤之前 有去開刀過 裡面是像你剛才所講的 頭髮牙齒 對 裡面有頭髮牙齒 可是 那邊的卵巢已經取掉了 就整顆切掉了嗎 對對 可是現在還有一邊的卵巢 可是我連續做了兩次的試管都做不成 你取卵幾顆 取卵有時候會起 起六顆至七顆 那這樣單邊起六顆七顆算正常 不過 你如果說兩次沒有成功的話 要趕快喔 因為如果是這邊有雞胎瘤 那邊再漲雞胎瘤的機率還是有 你不要等它再漲雞胎瘤 之後就要去開刀就麻煩了 所以你要趕快再試 我第一次做 然後隔半年再做一次 是 這一次 現在又打算要再做 已經隔了一年了 不曉得可不可以請教你的 幾年次的 六十一的 六十一三四五歲應該算 暖潮功能還算不錯啦 不過畢竟你只剩一邊的卵巢 所以你起卵巣六顆七顆 算是中下啦 這做不成功會有什麼原因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暖潮功能受影響這是一個因素 那第二個就是 試管嬰兒影響成功失敗 有三個一定要考慮的 你的胚胎品質怎麼樣 你的子宮內膜準備的怎麼樣 還有直日胚胎的技術 所以你胚胎醫師之後 直進去醫師是跟你講 什麼樣的等級 他說很健康啊 那直日幾顆胚胎 直日兩個 有一次是直日三個 其他的事都訓練不好 不是他說直日太多顆也不好 那剩下的是冷凍囉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還 你現在還有冷凍 沒有 還是你第二次是冷凍 第二次是冷凍做的 OK 所以你只有一次新鮮一次冷凍 對對對 那既然你這樣的話 你等於相當要五顆好的胚胎 這樣算不錯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有肌胎瘤 不是構成試管硬核的要件 你為什麼要做試管硬核 因為之前我做了三次人工作 做不成 不明言不認真 OK好 我會建議你既然兩次試管硬核沒有成功 一個是打盤真的療程做個調整 那第二個就是說 要趕快努力 因為你卵巢功能顯然受到 呃 咒死管硬核的取卵六顆算不多 當然也不是少 但是 如果這個要趕快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另外一邊沒有開到那邊的卵巢 有少試的機率 它將來會長肌胎瘤 所以要趕快 這樣是喔 對對對 啊那個 我就是想說是 試駕一般的卵巢 對 會對排卵會有很大的影響嗎 你如果說兩顆的話 你可以騎到十二顆卵 你現在正單邊 所以你整個趨卵數會打折扣 你只能靠這一邊嘛 所以 你的趨卵數會比一般人少一半嘛 打對折打五折 那畢竟你三十五歲的卵子的品質 應該還不錯 而且你騎六顆可以有五個胚胎 這算是不錯的 所以應該養起來是不錯 所以 修改打排卵症療程 也許你以前長大程可以改短療程 第二個 要趕快 因為不要讓它再長肌胎瘤就麻煩了 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個蔡醫師請問一下 那個醫師要責任說 這個很健康的卵 為什麼直進去又不能承受 好的胚胎它卓床的機率 可能性只有30% 就是說它不是只有兩個胚胎就雙胞胎 就是一個胚胎卓進去 它能夠成功卓床的比例是30% 對 如果說B級的可能就只有10%或15% 換句話說 只有兩個當然不是這樣算 不是說60% 但是還是有可能每一顆都碰到70%的沒有走強 對 那你那個蔡醫師的經驗是有什麼最好的辦法呢 我覺得你時間上對你來講是很需要掌握的一個要素 第二個就是 修改打排卵症療程 也許打了 短療程 然後打排卵症的劑量稍微重一點 因為你單邊卵巢大概要發生卵巢 過度刺激的機會不大 所以加重打排卵症的劑量 改打短療程 那也許再加點生長激素 對你有幫忙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這位蔡小姐 是 好 那對這個蔡小姐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條件就是說 要趕快來把握時間 對 因為它只剩一邊卵巢 而且又要擔心這個卵巢跑出 因為 我們也我在常常碰過就是 一邊雞胎有開亂刀 另外一邊是沒事 那沒多久這一邊又跑出雞胎 又來開第二支刀 那如果說像這位 這位小姐如果說他再跑另外一邊再開下去 那卵巢功能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是 好 那麼這個階段我們先進去到這邊 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來 歡迎觀眾朋友再回到 祝您好運的節目現場 今天我們節目的主題跟大家探討的是 卵巢腫瘤與不孕的關聯性 那麼現場為您邀請到特別來賓室 副產科醫師 蔡豐博 蔡醫師 好 那麼這個階段呢 我們還有幾段的這個VCR 要跟觀眾朋友一起來分享 也請蔡醫師透過這個VCR 來幫觀眾朋友做個解說 我們開下段VCR 比如說這個是 就是子宮內膜異位症在做電燒 那通常巧克力狼腫會合併子宮內膜異位症 那有時候病人如果輕痛的話 我們可以在子宮腱骨韌帶幫他做切除 所以卵巢腫瘤大部分都可以用這種副腔鏡來手術 當然如果是癌症的話可不可以用副腔鏡 這個就有一點爭議了 如果說有些人說你卵巢腫瘤都癌了 你如果用副腔鏡會不會比較容易擴散出去 可是副腔鏡的醫師他們會說 因為卵巢癌它有一個步驟就是要拿淋巴結 那他們認為說副腔鏡因為有放到效果 拿淋巴結拿的比較乾淨 所以卵巢癌到底要不要開副腔鏡 這個還是沒有一個定論 開下段VCR 那這個是一個卵巢軟管整個都化膿 補狼齁 所以整個浮成一團 那這個通常是比如說靈病這些細菌 從陰道子宮跑到輸卵管跟卵巢 所以叫做TOA 那這種有時候如果說來不及用副腔鏡 會有一定生命性危險 它會造成敗血腎休克 那如果說它用控制下來 那這些濃包將來會變成水 那變成輸卵管跟卵巢變成一團水 叫做輸卵管積水 那所以這個也是這差不多看起來 病人會化膏燒到卵巢看起來一顆 好像是巧克力狼 但事實上當初是因為積水 就是輸卵跟卵巢包成一團一團 這也是一個卵巢腫瘤的一種 看下一段 所以卵巢腫瘤這麼多種 那這個是剛才那個 治療好了之後就變成一團水 那整個輸卵管都轟閉 所以變成一個好像一條 喉腿或香腸一樣的積水 所以再探訪一下 你如果說看到一條 好像一解像香腸或者像 喉腿這樣子 那個就是輸卵管積水 才有那個影像 是 我們看一下VCR 那我們說過這副腔鏡 絕大部分都可以用副腔鏡來解解 就是巧克力兩種也好 多狼性卵巢症候群 或者是良性的卵巢腫瘤 那卵巢的腫瘤太多了 我們可以說直環不及被導 我們今天無法一一來描述 是 所以副腔鏡還是開卵巢腫瘤的一個治療 不過先決條件就是說 你要開到之前 一定要很清楚評估說是癌 還是不是癌 你可以從抽血系的業務 你可以從MRI 那當然還有很多 因為卵巢腫瘤太多根基細胞來源 所以用什麼樣的腫瘤指標去測呢 你可以用HCG 可以用LDH 可以用SCC 可以用CEA 都可以 比方說它是一個柔毛癌 它就用HCG去測 所以要看什麼樣的細胞 所以卵巢癌實在是太複雜了 沒辦法說 我卵巢癌用什麼去測 一般人都以為說 我卵巢癌我只要抽個CAEA5 其實CAEA5要高很很容易 我以前在參加的時候 曾碰過一個笑話 就是我在婦產科的時候 有一個內科轉過來說 一個阿波桑 肚子一攤水 抽血出來CAEA5500多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是卵巢癌 轉給婦產科醫師開刀 結果轉過來 那時候剛好我是跟 婦癌科的主治醫師 我就去接你配選 一看 病例明明寫說 它在好幾年前已經卵巢出卵巢癌 兩邊卵巢都切掉了 怎麼會有卵巢癌 結果弄了半天 是它有腎臟症候群 就是內部腹部積水 那腹部積水它的CAEA5 就會飆高 所以它的CAEA5高到500 都是因為滬水 所以這個CAEA5高的話 其實不代表說是癌症 對短長矮它 它不是一個敏感性 或專力性很強的一個總指標 所以目前為止 最新的我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說 真的CAEA5去做一個 把我们的每一细胞的四图细胞把它训练 训练出它对于卵巢癌有攻击能力 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卵巢癌我就跟他打这种疫苗 我把这种疫苗打下去 他们希望说发展出卵巢癌的疫苗 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技术 当然这还没有成熟的一个技术 我们看下段VCR 是 那这个是一个黏液性的卵巢种 这个切开就是好像流鼻涕一样 就是这种卵巢的良性瘤有黏液性跟僵异性 像这种黏液性的里面切下去就是 那种有点像感冒流鼻水的那种轻的 很粘稠但是它是良性的 不要看起来好像里面好像很复杂 它是一个良性的 所以卵巢的肿瘤的肿类还是太多太多 才讲不完 那么因为这个肿类太多种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再请蔡医师帮我们整理一下 在这么多的这种卵巢肿瘤的这个肿类里面 到底哪些是会影响到这个怀孕的呢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巧克力狼肿跟多狼性卵巢中毒 这两个是跟不应症取息相关的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是卵巢矮了 已经被接近矮了 那当然是一定会不应的 那是一定要留得清山寨不怕没拆烧 所以先救命要紧了 那这时候在做卵巢癌之前要怎么办 你想这样想要伤孩子要怎么办 你赶快先打针把这个卵巢里面的卵子救出来 先把它编起来 等动起来 对 编起来之后呢 你再去卵巢 因为你的卵巢如果说卵巢癌 你去做化疗或电疗 这个卵巢的功能会受影响 卵巢应该品质也会不好吧 生殖细胞对于化疗或电疗是很敏感的 这样下去之后可能这些卵巢你敢不敢用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会不会想说这个会不会产生癌细胞 或者是变成基型耳 对对对 所以先冷冻卵子起来 是 那冷冻卵子起来 你癌症治疗好了 要不要再做四管婴儿去生 这又有两派的争论 一个就是说 那这个人如果说他怀孕了 那他卵巢还复发 这个癌细胞会不会跑到胎儿 这是一个单一的考虑 会不会转移这样子 对 那第二个单线就是说 好那你冷冻了卵子 要做四管婴儿 你要给他Herm 要给他动念基数 那这个药一给下去 会不会卵巢还复发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 蛮有争议性的做法 所以目前为止 如果说你有卵巢还要生 要做治疗 那把卵巢弄弄起来 是目前至少是一个 买个保险 那这个保险能不能用得到 将来用不到 用得着用不着 还不知道 对 是 那有没有说什么样的案例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有卵巢癌的 他就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生小孩了吗 多的是啊 就是说 也是可以 对 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 把卵子冷冻起来 对 像美国他们现在 不要说卵巢 甚至说没有卵巢 他目前比如说 三十几次就在拼私业 他为了将来 他比如说怕年纪大了 将来可能没有办法生 他就先把卵子冷冻起来 将来再说 我最近碰过一个 从美国纽约过来 我们院做的 是12岁 是一个女中医师 他就跟我讲清楚 就是说他一次我取卵 我胚胎 我要冷冻三次 因为我要把我的卵子的年龄冷冻在42岁 我不想45岁 他知道45岁做四管婴儿不太有可能成功 他就要冷冻三次42岁的卵子的胚胎 所以他这一次就是 他拿完了 他就是打完针以后 他还不简单 42岁我们取到十颗卵子 刚刚我们打针的重量很重 他取完卵子之后 隔天塑精 我们就冷冻 他就回纽约去了 他说他在纽约的生意诊所很忙 是 已经42岁还没有打算要生 他去忙一个月之后 因为他两个助理 一个回菲律宾去结婚去了 然后再一个月再回来台湾 再打针 再取卵 再冷冻 再回去 再去探紧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忙碌寺院里的 冷冻卵子和冷冻胚胎 因为他有丈夫了 所以他冷冻胎 我说你要冷冻胎 他不是冷冻卵子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碰到案例 都已经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就是说当竞争很厉害的时候 你年纪到一定程度 你想要生 你就先把卵子冷冻 让你的生意能力 冻结在那个年龄 不要让它老化 是 好 那么最后的时间 我们请猜师来帮我们做个结论 卵巢肿瘤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只有不到百分之只是癌症 所以如果有卵巢肿瘤 你不用担心说 会不会变癌症 要不要开刀 先判断是良性恶性 那再问医师要不要追踪 要多久追踪一次 做个引导超胺波 出个歇误 可以让你早期知道卵巢癌 卵巢癌 它通常是无声无起 来的时候通常是已经莫起 所以建议你要早期侦测 如果真的有卵巢癌 要生的话 你也可以先把卵子冷冻起来 那先治疗癌症再说 留得天簪在 不怕没才烧 祝你心想事成 是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非常感谢蔡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蔡师 谢谢各位晚安 是 那下个礼拜呢 我们要跟观众朋友 一起探讨的主题是 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 也请观众朋友 在下个礼拜四晚上九点 锁定 祝您好运的节目